《炸彈人》這款遊戲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 第一款《炸彈人》的作品就是1983年《駕傭記面世》 相隔40周年,到今年的2023年9月14日將會推出全新的《Super Bomberman R2》 如果有玩過上一代的玩家,《Super Bomberman R》對這遊戲應該都不陌生 到底新作有什麼全新系統以及今次的新作品到底有什麼注意事項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Let's Go! 今代的模式分別有以下這三個類別 第一個類別就是耳熟臨場的Solo彈人模式 以百寶為首的全新行星故事 玩家要利用炸彈來炸開一切障礙物以及敵人,解開所有迷宮的儀團 今集除了炸彈人百兄妹之外,追加了一個全新的神秘生命體 玄石精靈!你看他的外觀多特別 穿著圍巾,口中含著奶嘴 看起來好像一個嬰兒一樣 他是樂於助人和憤不顧身地幫助我們炸彈人兄弟 遊戲點少得還有首領戰,一邊消滅敵人一邊解開謎題 令玩家可以完全融入在遊戲世界中 今集是收錄了系列中最豐富的多人模式 第一個就是經典的對戰模式 最多可以16個玩家一起進行對戰 第二個是團隊戰,錦標賽 玩家再不是單打獨鬥形式,而是組成三打三的混合對戰 在這個模式分別有兩個不同的玩法 第一個玩法最基本以擊殺敵人獲取積分 第二個玩法水晶爭奪戰 持有越多水晶的隊伍就可以勝出這場對戰 第三個模式就是收納了上一代我最喜歡的模式 聯鬥大運戰64人 求生大運戰 遊戲採用了分地圖模式 但地圖中可以看到包括自己在內的16個區域 我們要想盡辦法獲取更多資源 因為地圖會慢慢減少玩家可以逗留的位置 看著地區越來越少,人數越來越少 要生存到最後一位玩家就越來越刺激 追握續介紹的就是全新系統 城堡戰會分成攻擊方和防守方 攻擊方和防守方在關卡中爭奪寶箱和鎖匙 這個模式最多可以容納16個玩家 身為攻擊方就要用盡一切方法領取地圖上的鎖匙 然後開啟寶箱,開啟整個地圖裏面的寶箱 我們隊伍就可以勝出這場對戰 反過來防守方 就是令寶箱不要陷入攻擊方手上 善用關卡的機關 阻礙攻擊方獲取寶箱而勝出這場對戰 剛剛介紹的城堡戰 可以透過編輯系統這個功能 製造屬於自己的關卡 遊戲裏面都會有不同版本給大家使用 我馬上帶大家一起設計一下屬於自己的關卡 關卡編輯裏面可以點擊新建 有自由模式和標準模式 我就選擇標準模式 裡面會有不同版本給大家選擇 我就隨便選一個看看 先看看 紅彈彈的就是這個順時針 點選完飯盤之後 我們就可以隨心地設計屬於自己的關卡 設計關卡的時候有幾個重要要素要大家知道 首先就是我們本身防守軍的出身地點就是這三個位置 然後右下角的就是進攻方 我們可以直接點選這個 隨機擺設就可以減散很多時間設計關卡 設計關卡的時候我們可以點選左邊 就可以擺放不同設備 例如這個加龍炮 可以放在對方出身位置 一出身的時候就會迎接我們的加龍炮 只需要通過這個加龍炮地帶 之後後面的腦袋應該是易如反掌 加龍炮全部已經擺設了 還有不同的機關 場面組件 還有專塊等等 專塊都可以選不同樣貌 例如本身是紅紅的 放幾顆特別一點點 布置完成 右上角就會看到我們專發的次數和機關的次數 待會和朋友玩的時候都不要弄那麼難 這裡 先剷除它 給它一個中門大開 不知道它們能否留意到 這裡 全條路都是沒有障礙物 一進來就已經見到寶箱 看看這裡 OK 只要通過了重新點炮台陣 後面一片光明 當玩家設計完關卡 點擊上傳 通關確認 就會讓大家試一試 你設計關卡到底有多難 先看看 收集三條鎖匙 還有五個寶箱 下面開一條路出來 原來炮台是可以炸爛的 炸爛了之後就很容易走到過來 咦? 炸爛了 我再炸一個 OK 被防止的炸彈炸傷了 不知道其他人設計關卡的時候會設計到怎樣 會不會好像我這樣 出生地就已經佈滿了炮台 你想走? 走不了 我開了一條路出來就應該很暢順 可以了 這裡 有條鎖匙 拿了三條鎖匙 還有這裡 有個石靈寶寶 可以炸死嗎 石靈寶寶炸不死 好兜路 好兜路 拿了 拿了 然後就上面也有得拿 拿了很多石靈寶寶 這裡 這裡最舒服的 OK OK 直接下去 行了開開開 開開開 開完這條路 還有五秒 好 成功上傳了關卡和儲存了 讓我邀請Kaze 匆匆 魔人 一起試一試我炮制的關卡 我們 Let's go 這個場有什麼稱號嗎 這個場 這個場是人池場 可以讓大家去玩 你剛才這個場不能玩 有說話 不能玩的 過關就相信我 我自己也是這樣過 暫時看上去 這個場好像很正常 好像很正常 正常的 真的正常的 玩到 你說這句話 玩到 玩到已經是一個 玩到已經很難了 尹紅寶 這個誰過來 我來的 走了 你先不要走 鎖匙在上面 我過來 喂 你坐車的 喂 你這隻 喂 為什麼要電 因為這邊 跟牆有不同屬性 尹紅寶寶 這個黑寶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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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車先走 拜拜 走走走 不夠炸彈 你們先不要走進去 對 喂喂喂 冷靜一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成功 突然脫掉了 我們兩個 衝進去 不是啊 你知道我那一刻的眼中有誰 我看到魔人 我的眼是衝著他而來 為什麼後面有兩個 走了 已經追不到了 剛剛試完這個城堡戰 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玩玩這個全新模式 可以體驗到朋友和朋友之間的互相幫助 如何去奪取寶箱 如果對這款遊戲 Super Bomberman R2有興趣的玩家 記得馬上訂購 因為訂購的玩家是可以獲得手上這個金滴式的御手 好 答中問題的觀眾就會馬上送我手上的御手 而問題就是 今次影片介紹的遊戲是什麼名字呢? 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 有興趣的玩家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以及留下你們的email 答中的玩家稍後會有工作人員聯絡你們 大家喜歡的記得按下個like 未訂閱的觀眾記得按下個訂閱 以及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之道班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